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教早前出席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会議时,提到按该局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已落成而未售出的余货单位高达1.23万伙,较2019年底的990伙显著增加24%。 政府坦然对于一手楼空置的情况表示关注,并表明不排除重提一手空置税的可能,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已落成的一手新盘余货大幅增加,理应发展商会有减价清货的格力,为何目前部分新盘入伙依然可以加价重售? 与此同时不少留盘的定价亦表现进取,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现时整体新盘余货的情况,大家需要知道运房局计算。 事案照自2013年起已落成的一手新盘中,已落成但仍未售出的单位,换言之,当中会包括部分属于发展商场线持有的出租单位, 以至部分服务式住宅出租物业,与坊间一般的新盘货美统计有所不同。 大家所理解的新盘货美一般事案照以上再留书至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SRPE,的开售中新盘或计划推售新盘。 因此两者在计算上截然不同,根据Q房网香港数据研究中心统计所得,如果按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的新盘作计算。 过去一年整体新盘货美不但没有增加,反之出现轻微回落,截至上月底的数字。 最新新盘货美总数约1.2万伙,较去年同期的超越1.4万伙减少14%。 最新货美比率跌至9.7%,较去年同期的12.9%有所回落。 事实亦归事实,因应去年落成两岸年净升53%至2.089万伙。 最新现楼货美总数亦确实大幅增加,按Q房网计算,最新的1.2万伙货美中,接近8000伙属现楼新盘货美单位,当年大幅增加约1600伙,但由于同时间楼花货美大幅减少于3000伙。 再者不者过去以多次分析,发展商的推盘策略,向来事量入围出,随着近年政府批出土地明显减少,发展商补充的土地储备自然亦有所减少。 因应土地储备不多,发展商亦没有套现压力,新盘定价亦自然可以倾向进取。 事实上,近月整体新盘市场确实出现价升量稳的现象。 今年首季新盘市场共售出3884伙单位,涉及售流收益高达508亿元。平均每月售出近1300伙单位。 较去年平均每月售出1204伙轻微增加约8%,平均每月售流收益则显著增加25%,今年首季一手新盘平均尺价更高达20480元。 较去年全年的18944元增加8.1%,踏入二季度预期价升量平均的情况仍会持续。 дв与大使得不足。 项目的一向共售出404周期市场确实 Works.